醒目一拍咱们是书馆开书 今天咱们书馆开书啊 第一件事我就得先给您拜年 您瞧为这辞旧迎新的年节啊 他又来了 咱们还是按照往常的惯例 在这个假期里啊 我给您讲一个单独的小故事 咱不和咱那长书挨着 这一个故事啊 咱们分八九段讲 咱们一口气呢 在这节下呀 就把它讲完了 要的就是开年啊 有一个好彩头 您和我呀 咱们都落一个有头有尾 那咱们讲个什么故事呢 我给您讲一个公安故事 一个传奇的公安故事 就是清末著名的奇案 叫做张文祥策马案 这策马案呢 发生在什么年间呢 哎这策马案呢 要说离这会儿不远 怎么叫不远呢 因为咱们这个大叔啊 说的是乾隆年的事 这策马案不一样 比乾隆年要晚很多 是大清同志年 同志九年的七月二十六日 按照公历说是1870年的八月二十二日 这故事啊 就发生在今天的南京市 南京啊 古称金陵 到了清朝的时候啊 这是江陵府的所在地 所以啊 在清朝的时候 这被称作江陵 那故事的主人公是谁呢 这故事的主人公啊 就是两江总督马心仪 哎这就扣题了 赐马案嘛 赐的就是这位两江马总督 这故事发生地啊 就是在这个江陵府教场 和这个总督的临时衙门 这中间的一条剑道上 那这个两江总督被刺 怎么会发生在这呢 这玩意儿的小孩媚娘 说起来话长啊 也就是五年以前 这南京城啊 还是太平天国的首都 那会儿啊 叫天京 这胡佑泉呢 带着他的一锥天王 就盘踞在南京城 按照这个大清朝听说呀 那会儿的南京城啊 是这个长毛匪朝 咱们都知道啊 这太平天国是被谁剿灭的呀 是被曾国藩 曾国藩带着的湘军 当时打南京城 那湘军总指挥 就是曾文正公的亲弟弟 曾国权 在战乱当中啊 这天王府一把火 可就给烧了 这天王府啊 就建在当年的 两江总督的府衙上 随着这太平天国被剿灭呀 这总督得回来上任呢 来到江宁城一看呢 他没有总督府了 所以啊 就只好把这两江总督行员 临时安置在江宁府 是不是通俗点啊 就是省政府临时借用市政府大院办公 您可别小瞧这两江总督府这个地方 这块地儿很传奇啊 他不但啊 做过这个洪秀全的这个天王府 做过两江总督行员衙门 而且到了民国以后 这块地方啊 还是大总统府 可是咱们讲这故事的时候呢 这总督府啊 是一片瓦砾 所以这故事啊 就发生在江宁府衙的附近 那么说这江宁府衙在哪呢 在现在的中华路 北对西首 那这教军场在哪呢 教军场啊 就在衙门的西边 据说现在啊 是南京市第一中学 所以呢 以后谁再给您说这段书啊 说这书发生在 现在南京总督府的附近 那他完全是啊 对这段书啊 他没有考据 同志九年七月二十六日这天呢 是个阴天 要说呀 这昨天呢 下了一天雨了 可是呢 即便是下了一天雨啊 这第二天也不见凉快 咱们现在都知道 这南京城啊 是咱们中国的几大火炉之一 这夏天的热呀 另功劲 看起来这雨呀 还得接着下 就是因为这二十一号 下了一天雨的原因 本来应该当天举行的这个总督月社呀 就推迟到了二十二号 那什么叫做月社呢 这月社这词啊 按说不能单独解释 但是我要不给他拆开了讲啊 您也听不明白 这月自然是观看的意思 这社呢 麻烦了 按说字面的意思啊 就应该是射箭的意思 不过在这儿啊 他单有另功解释 就是这大清国的部队实操 无论是这个部队的操练 还是军事演习呀 都能用一个摄字概括 那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大清国入关的时候啊 军事演习主要看到和这个考核的 就是马不实摄 这黄太极啊 在大清的建国一史 就一再的重申 大清国立国之根本就是国语其摄 可是呢 这时间已经到了这个同志年间了 大清国的国门呢 早就被别人扣开了 不管是愿意不愿意啊 反正是国门敞开 先进的军事理论呢 也被清军所采纳 现在呢 除了这八旗兵还考核旗舍之外呀 这新军呢 已经改做这个西方的近代 先进的步兵操演了 这总督越舍呀 就是两江总督马新仪亲自到教场去观看步兵的操演以及军事演习 本来呢 这两江总督越舍是一年举行一次 可是这马新仪上任以来 这慈禧太后啊 就给了他一刀玉指 让他是操演训练新军 对呀 不操演新军 这块他没有兵啊 原来的八旗兵绿营兵啊 被太平天国呀 差一点点呢 就杀了一个干干净净 这绿营兵啊 还好点 八旗兵啊 基本上就都被杀了 剿灭了太平天国的乡军呢 自马新仪上任以后啊 也逐渐的被解散了 所以呀 马新仪这一任两江总督 有一项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操练新军 马新仪是一个比较认真负责的官员 上任以来 不但招募了新军 还请来了德国的陆军教官 平时操练还不算完 把每年举行一次的月设呀 就改为了每月一次 并且无论寒暑啊 这两江总督大人都亲自到场 这回也是如是 只因为这七月二十五 下了一天的雨 所以才改在了七月二十六 陈时三刻的时候 操演正式开始 可是实际上啊 在卯时的时候 也就是上午的六七点钟 哎 这教军场啊 已然被这老百姓啊 压压叉叉的挤满了 那么说这江宁府的军事行动 怎么还会有着老百姓围观呢 哎 这是这马新一上任以后啊 发布的新规定 其一呢 是震慕一下长毛年匪的余孽 让这些人呢 见识一下这新军的气势 哎就不敢再作乱了 再来呢 安抚一下这个地区连年遭战乱的百姓 那对老百姓而言呢 这部队一强啊 那自然就是太平盛世 所以这总督月社呀 无论是每个月的立月 还是这个每年的大月 都是不回避老百姓的 在这教军场上啊 陪同这两江总督 马新仪一同月社的 那人数可是不少 这文职啊 有什么江西巡抚 沈宝珍 安徽巡抚 张达凯 广是府台一级的人物啊 就有两位 那还缺了一位呢 谁呀 江苏巡抚丁日昌 这丁日昌干嘛去了 咱们后文书还会有交代 那有人说这两江总督 这安徽巡抚干嘛来了 这人就不清楚了 两江总督啊 是代管三省军务 所以啊 这安徽巡抚张达凯 也是必须到场 除了这些文职以外 这三省的军们 也就是提督大人 也都到了场 什么吴长兴 胡百年 和德开 等等等等 按说呀 还有一位重量级的军界人物 谁呀 江陵将军奎裕 不过这会儿的奎裕 也在场下指挥操演 哎 这会儿呢 就没在这个乐台上 陪同总督一起乐社 哎 哥现代话说呀 他叫参阅部队的总指挥 马新一到场以后啊 治下的文官武将 都给这总督大人见了礼 三省信套过后 实操正式开始 有用没有用的 也得按祖宗家法办 那第一项啊 一定是排马对冲 实际上呢 这种骑兵战术早就过时了 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次打有这个马克沁 重机枪开始啊 这草原民族就开始能歌善无聊 这排马对冲这种冲锋形式啊 一旦要是遇上重机枪 那就等同于猪板肉 遇上了绞肉机 但是他好看 军事演习嘛 不光要展示战术 还要表现出气势 所以这第一项呢 他还是排马对冲 然后啊 就是队形操演 以及射击操演 等到到了单兵实操的时候啊 一个多小时可就过去了 就在这上午十点钟左右 有这个总督家的中军副将 叫做玉吉三 这玉吉三呢 凑到了马新仪的大椅旁边 跟这个总督说 制裁大人 咱们是不是该回去了 这马新仪啊 点了点头 因为之后的单兵操演呢 那是一件很漫长的事情 不一定啊 到几点才能完事 这总督啊 以及各位大人 把前边最为关键的部分 审查官模完毕啊 也就算呢 检阅了三军 完成了任务 那上午十点了 时间也差不多了 总督不走 其他的大人呢 也都不好离开 回去之后啊 各还有各的攻势 马新仪起身 回头告诉 治下这些官员呢 不必相送 这乐台后边啊 就是一个脚门 抽了脚门 有一条剑道啊 直通总督行员 你们要是起身 稀里呼噜一送啊 这百姓看见了 为了看热闹 该围过来了 这多耽误事儿 一会儿你们呀 也都从这儿走 哎 不年不允的 也就完了 这总督呢 带领着自己的亲信 中军副将 玉吉三 五巡 叶火龙 把总 唐德金 诸信忠 还有这个千总 费山乐 还有呢 就是自己的一位家人 叫做张荣 下了乐台 从乐台后边 走脚门 可就出了教军场 这管家张荣啊 刚要传教 这马新仪说呀 行了 别传教了 你让他们 这马新仪指了一下啊 身边的二十名 个世哈 自己的亲随马便 他说你让他们呀 和大教 还有这个总督的 仪仗卫队 一块啊 等到十操之后 再回歉 看到这仪仗没有动啊 这老百姓呢 就不会尾随咱们 就这么几步路 到时候人挤人的 咱们图什么呢 这张荣说不行啊 大人这亲随卫队呀 跟着总督的仪仗 一起走吧 这二十名 个世哈呀 还是跟着您吧 得保护您的安全呀 真要是出了什么闪失 奴子们 可是担当不起的 那马新仪说好吧 于是这玉吉三 以及几位将军呢 在前边开路 张荣呢 和总督走在中间 后边呢 又有二十名 个世哈 将便跟随 这鱼儿几个 也没骑马 溜溜答答答的 捋着剑道就 往总督行员走 这剑道两侧呀 买卖瓶户 也有老百姓啊 在机上走 这些老百姓一看呢 有一队人 屡屡屡屡的 从西边可就过来了 有人认的呀 说哎 这看见了吗 这可是总督 大人的亲兵 再往这队伍的中间 一看呢 那可不正是 这总督大人 马新仪吗 一看这马新仪啊 中等身材 略微的有些消瘦 身上穿着 衣品仙鹤补服 因为呀 是参加月社 所以外边还照了一件 酱紫色的马褂子 这脚上呢 也没穿巢靴 关靴 蹬的是一双 带虎头的战靴 头上戴着下官 帽着帽袋 勒在了下巴上 红顶子是格外显眼 脑袋后边啊 还飘着双眼花铃 往脸上看呢 脸型消瘦 双瞳深邃 高鼻梁伸眼窝 海下三流短然 微微发黄 这颧骨略高 书中代言着 两江总督 治台马心仪啊 回民 虽然呢 这家乡是山东 但是啊 从脸模上看呢 能看出点 西北回民的影啊 这治台马大人 走在街上啊 不急不慢 表情呢 也是不怒自危 这总督大人 走的是不快不慢 可是看热闹的老百姓啊 哎可就越居越多了 纷纷说呀 这总督大人 可没跟着道队走 自己走剑道啊 就回行园了 这总督没觉得奇怪啊 其实老百姓也没觉得奇怪 因为自这个马心仪上任一史啊 每月月社以后啊 都是从这走 因为从这走近 不用再绕前门去 无非呢 就是有的时候啊 做教 有的时候骑马 像今天这样 这总督带着几个随从 溜溜达达拐着呀 这老百姓啊 也不是没见过 可说呢 那必定是总督啊 这老百姓也没人敢过去跟打招呼 好去 跟看见自个儿 接风似的打招呼 那行吗 看见总督一身手 马志太 怎么着 您攻势完了 您回府啊 您慢走 这总督大人还挺客气 一拱手 两遍两遍 哎 这不行这个 这明显不是总督回府 这是街坊二大 哎六弯这个 虽然呢 又是总督 又是清兵 又是百姓 一街两巷都是人呢 可是街上啊 不吵不闹 没人敢大声喧哗 就在这总督啊 走到这个建道的中间 抬头看呢 都能看见总督行员的府门了 就在这时候 突然有一个人呢 从这个人群当中 就窜到了路中间 扑通一声 就跪在了道旁 从这个怀里 也取出了一个纸卷 双手一捧啊 可就顶着了脑袋上 一边用西行啊 一边嘴里高喊 总督大人我冤 草民张文祥有冤呢 这突如其来的 断道喊冤呢 把这一接两项的人呢 可都弄傻了 这老百姓傻了呀 那还有情可原 总督大人身边的这群人呢 也很少见这个阵势 按说呀 在清朝的时候啊 这老百姓是可以拦叫喊冤的 不过呢 拦着总督喊冤的 那实属不多见 无论呢 你是冤在县府周到 拦下总督的轿子喊冤呢 那无非也就是发回县府周到 去从审 拦总督一级喊冤呢 那通常都是以民告官 大清朝明文规定 民告官者呀 上唐之后 先打三十板子 哎 不管你有理没理 伸冤归伸冤的 这以下分上 就是这种结果 这马新一琢磨呢 那这人肯定是有大冤 要不去呀 他也不至为顶着三十板子呀 哎 上我这来喊冤来 这会儿啊 再看这个顶着壮指 跪在地下 叫张文祥这个人呢 已经被这个清随马便踩住了 踩哪了呀 踩脚脖子 你呀 别再往大人跟前爬了 有什么话呀 就在这说 这马新一说 这么多人保着我 你们别踩着他呀 让他过来答话 这个人呢 显然 这拦到喊冤 这个位置是掐算好了的 他让过了前边开到的几员将官 单等这个马新一 和这个管家张荣 走到这的时候啊 他才扑倒街前 听马新一这么一说呀 踩着他脚腕子的马便呢 也松了脚了 他仍然双手攥着壮指顶在头上 往前呢 跪着西行了几步 就来在了马新一的跟前 右腿呀 仍然跪在地下 左腿呀 可就弓起来了 马新一一看这个人呢 也是身材消瘦 大概四十多岁 头顶撞纸 光头没戴帽子 海下也有胡子 可是分不清极柳 因为呀挺凌乱 一嘴的何难口音 这马新一说 你有什么冤枉啊 这个自称叫张文祥的人说呀 您一看撞纸就明白了 这马新一接过这个直腿 打开一看呢 密密麻麻写满了 开头第一句写的就是 草名张文祥 挨挨上告 刚要看内容啊 可了不得了 这张文祥啊 一腿攻 一腿跪 单膝就跪在了马新一的跟前 这手啊 可就摸进了 攻着这条腿 也就是左腿的靴子腰子里去了 说此时那时快 蹭了一下 就从这个靴筒里拔出一把短刀 顺势啊 右腿一蹬 一起身 就扎进了马新一的左肋 这一刀看着就狠 是由下斜着往上 就捅中了马新一 这一刀扎中不算完呢 这刺和顺手还把这把短刀拧了几个个 这就叫做扎中脚刀啊 此人一看行刺成功 搅了几下刀之后 顺势把这个刀往怀里一来 这一下子大家可都看得清楚 这马总督的肠子都被这把刀带了出来 可想啊 这张文祥几下脚刀把这个伤口搅得有多大 一声惨叫 这马总督哐腾一声就倒在了街中 眨眼之间不光是肋下冒血 嘴角子扑扑也冒着血墨子 这董行的人一眼就能分辨出来 别的先不说 最起码啊 伤着肺了 这张文祥一看行刺成功 仰天大笑 蹬蹬蹬 短刀就扔到了地下 这会儿亲随马便就反应过来了 这玉吉三第一个跑过来就扑倒了张文祥 其他人七手八脚的 也都跑过来按住张文祥 可是大伙都眼瞧着呢 这张文祥啊 根本就没有要跑的意思 一边受绑啊 一边断断续续的扯着脖子就喊 刺客就是我张文祥 死得其所 死得其所 养兵千日 用灾一招 刺客就是我张文祥 我大事已成 与他人无干 说完话又是仰天长笑 眨眼之间就被这群马便各是哈捆得跟粽子一样 像低了小鸡子一样提到了总督府 众人七手八脚把总督马新仪抬到了府中 等到江陵将军奎裕 以及义干文武大臣赶到两江总督行员 这马新仪啊 已然躺在卧榻之上 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 就在弥留之际啊 这两江总督马新仪就把这个江宁将军奎裕 以及自己的儿子马玉珍叫到了病榻前 由自己的儿子代书奎裕将军作证 给这朝廷就留下了一封一折 敷念陈身京刑阵 谍遭危险 具以坚韧固守 姓祸保全 不亦荣马于生 忽遭此便 祸生不测 命在垂危 此时尤臣福报灾生 不能再要恩卷 而现当边垂未尽 外患魂生 既不能运筹决策 为朝廷输西顾之忧 又不能欲悔折冲 为海内迷无形之祸 耿耿此心 死不明悟 就再转过天来 七月二十七日的下午 这两江总督马新仪救治无效 身死衙中 今天啊咱们讲的只是这赤马案的开始 之后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 那才叫做迷雾 团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